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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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晚安 你們看了香港時間 七...一點左右 一點左右 你們看了這一節 我就去打針的鐘號 應該是 我... 這一節 很多人都知道 拜登再加一堆中國公司 國和制裁 問題是 人們不知道那些案例是怎樣找到的 其實 它的抵抗架 沒在那裡找到 都不緊要的 你找Fab cannabellistra Fab cannabellistra 其實它的作用就是 等於我們的獻報 英國是倫敦欠佈,香港是倫敦欠佈,香港是倫敦欠佈 那些東西都是那些東西 其實你要找這些文件很簡單 你知道你要找Galrasset,或者Faper Registrar 因為這些文件一定要獲取Faper Registrar,才是合法的 就是這麼簡單的 這次他加強制裁,不是拜登說要減少制裁那些 為什麼現在又來一堆新的Risk呢? 我想,很多人都不明白拜登是什麼 拜登不是說,制裁的意思就是 第一,你不能夠做一些制裁是有出招,不是有出招 你是有出招,不是有出招,你就一定浪費蛋藥 這個真是有意義的 其實我覺得那個是白癡的 但是問題就是,有些是因為建基於有些 有些就一定要制裁的 原因就很簡單的 譬如今次其中一間制裁公司 叫華蘭未電子 喂,大哥這間本來是偷東西的 他說他是由一群直谷的人過來 搞一些security有關的東西 大哥就是這群是偷東西的人 而且這一次你要問我為什麼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你記得之前那一集說 中國買英國的晶片廠 180厘米的晶片廠 我再說一次 很多人都怕會偷技術 今次這個制裁名單提供的因素就是 你在外面做事於你的事 你那群人被制裁 我就為什麼就和你搞穿你朱殺 連你新加坡、台灣、英國的分公司 都全部和你制裁 但是今次就是這件事 譬如中國電子屬下的 中國信息科學院 電子及信息科技科學院 他今次的制裁是同時包括他在台灣 他在英國的分支機構 同樣道理 他今次對華蘭媒電子的制裁 他是包含著他在台灣的分支機構 就是他台灣分公司 用香港的公司名義 進來台灣投資 你台灣政府還沒動他不要緊 我美國幫你動爆他 因為他有了美國制裁之後 然後台灣就可以用他自己台灣的國家安全法例 因為他自己說是香港公司 我就罵你 所以你說這次拜登的制裁 又沒有意思 不然這次拜登的制裁 很有意思 因為拜登的政府已經知道 你們這些混蛋 借香港做白手套 在台灣、在新加坡、在英國政分公司 要繼續偷東西 甚至可能遲些歐盟 或者什麼 韓國等等 不要緊 你在哪裏開分公司 我就和你全世界所有分公司 全部一次進入銀行列 就像是對付華為 華為也是 華為很嚴重的 華為很嚴重的 華為不可以在其他地方偷晶片 他可以經過華為 華為 華為 他正在進行G&B HUD買東西 大哥 都是 他做不到這一點 原因就是 因為美國的制裁名單裡面 已經把華為 在海外部分分公司鎖定了 現在就全部用這個重罰 就是你在台灣 什麼都好 你有多少分公司 都不要緊 全部和你鎖定了 所以你看到這張行列裡面 為什麼同一個名字 由英國 由台灣 原因就是 因為我全部和你鎖定了 我全部和你鎖定了 總之就是要你所有公司鎖定了 所以你問 之後 你中國想在海外買企業 來偷技術 如果你想用這個 這麼老套的手法 我覺得你請早 拜登 其實我覺得 拜登所謂的減少制裁 不是真的減少制裁 他是精進打擊 因為以往 特朗普年代有一個問題 就是 都是那句 特朗普做事 大手大腳 你叫他開創一個時代 是容易的 都承認 但他是企業家 他是工人 很正常 但是你說 如果你要做一些公共行政上滴水不漏的精進打擊 特朗普不行 爭氣不行 他有時候會流招掉了 一些應該要做 應該要對付的 沒有對付 然後有些 想著對付 用錯方法 結果別人打掉了 用法院打掉 你想想這次拜登上台以來 這麼久 我想問 哪一次被打掉 就是拜登入過這麼多制裁 封鎖 什麼的 又沒有見過中國人成功打掉 你有沒有見到 你看到 當特朗普被人 那些制裁一來 立刻被人上 入口 立刻被人移動 但是拜登沒有 沒有被打掉 你上了 入什麼 你回去早休息 你就知道兩者的分別 拜登做事 小心一點 陰濕一點 怎樣 精準一點 特朗普沒有這麼精準 所以這件事 不要經常都 怎樣 我經常都覺得 有些評論人 他的腦子還是維持 在去年11月 大哥 美國總統大選選 過了很久 不要再維持 在拜登 vs 特朗普這樣的狀態 但是拜登 vs 特朗普 可能在中期選舉的時候 會再出現那個狀態 但是問題就是 不是這樣評論 有關中國和香港政策 你再這樣評論中國和香港政策 你很白癡 我暫時現階段 我不想點名個別人士 所以有些人都叫我 不如點名個別人士 有些人因為說話已經是去到 影響一些人對台灣的判斷 或者對美國的判斷 這個是很嚴重的 這個 但因為那個都是在流亡的評論員 我就覺得怎樣 我留有一線 我希望他能夠自我改善 如果他仍然要說完 奇形怪狀的東西 即是武俠小說的話 我就恕我馬戲了 我就不想 那個不是袁弓儀 另一個 我不想說誰的名字 即是我覺得 現在這個年代 這個就是 各有各好的 Donald Trump就是可以 很大破大立 可以不理很多的江湖規矩 開創一個新的時代 這個就可以 但如果你說創業很好 如果你說首業 你要守住那個 制裁那個 或者對中國政策的力度 一定是拜登 現在你就看清楚 那個雙方的分工 而另一個就是 拜登的制裁 他更加 有一件事是 因為Donald Trump 以前的制裁 一個問題 就是被人當作是 貿易武器 即是你的目的是 美國 即是美國 美國的工作 你沒有這個大意 所以你的左家就可以入位 你現在就是 有些左家想 對拜登 都對不到的 很簡單 拜登我主要的大意 就是 維吾爾族的問題 真是真正的 你的左家 所謂的進步團體 說不應該 你真正的 但是我現在 所謂的進步團體 現在 What the fucking progressive group 你是 progressive 還是 neocommunism 你這個底牌 你會看到 其實拜登說話 是邏輯像特朗普 你會看到 阿富汗 阿富汗 人自己搞定自己的前途 美國人 不是去打仗 為何幫別人建國 你聽到 他這句話 其實拜登 這個邏輯的底 其實也是特朗普來的 只不過這個 presentation 他就會認識我的大意 譬如你現在 你主要集中在 新疆問題 新疆問題那裡 即現在先對付新疆那些 或者是偷技術的公司 你的大意就是 你不是用來做貿易手段 你是真的要保護 美國人的安全 防止一些技術 進入中國 甚至是要保護 新疆人的人 即維吾爾族的人權 你那件事就好看很多 我大意在哪裏 你一定要很清楚 做美國這些事情 大意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今次 你再加五間公司 下了禍 你 你今次 你沒有東西 你這個破除了中國的幻想 就說 啊 就來完了 捱多一陣就可以了 他們會認契弟 不是啊 拜登是精準地 Focus on 新疆問題 Focus on 香港問題 Focus on 人權問題 而且他今天故意是7月9日動你 因為你是709大首報的紀念日 即是因為你709大首報紀念日 他亦都要說明就是 我們沒有忘記你以往做的那些混賤 我和你逐步計數 大意在這裏 他把明是潤理的 我怎樣 其實他7月9日可以 緬甸那堆 那堆 Sension 那些 那些 其實7月9日已經進入了 他可以7月9日公佈 都可以的 為何故意7月9日呢 7月9日很簡單 因為你 這是709大首報的紀念日 我就是給一份這樣的大的 你習近平之前做的那些混賤 我就給一份大的 709大首報就是 首報那些維權律師 其實維權律師很溫和 這件事 這件事 今天《眾新聞》都有說的 那些維權律師的家屬 都很理解香港人 即是他們說 香港人不想理中國 甚至意慕是正常的 因為 那些五毛的表現 那些五毛 那些小粉紅的表現 那些 即是 即是 還有些左膠 因為香港人 是真 怎樣 應該將中共和中國分開 喂大佬 年709 你看回《大眾新聞》那段片 年709大首報的家屬 他們都知道什麼事 甚至野道 即是周恬和男朋友 他們都知道發生什麼事 惹到正常說粵語 即是 他願意說粵語 他就很不同 老實說 他願意說粵語 某個程度上 都是怎樣 大家 那個態度都很不同 你想想 有些 即是怎樣 我想其實 709那班 我對中國維權律師 真心尊重 我都說 其實我聯署過08憲章 我08憲章是第五批聯署人 我不是不知中國的事 我很清楚 即是 我覺得其實是 現在 拜登 他直接 我709紀念日 來動你 這個 新疆這個問題 他就拿了個大意 他 所有這些事情 他鋪鞋得很好 還有他都玩得很漂亮的 即是拜登 其實他現在就開始 玩很多這些 我不是叫 這些不是花招來的 這些是令中國覺得很 很 embarrassing 的事情 那 沒什麼的 你中國越 embarrassing 就是戰狼 你繼續戰狼 那就繼續得罪人 就像歐洲議會 沒有 沒有 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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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五毛覺得這麼沒事的,為什麼中國外交部又會出現這個畫面? 為什麼又會出現這件事呢? 為什麼又說粗暴干預中國外政? 我心想,你夠僵就開展,是不是? 所以這個東西是長期在這個系統裏面,你夠僵就開展,是不是? 我心想,什麼夠話?什麼夠話? 只是這樣而已,是不是? 我覺得,拜登也開始懂得玩這些, 例如說,白宮的社交媒體,這個剛剛跟著了, 有一張照片說送了多少疫苗, 然後台灣就出現了中華民國國旗,不停止寫台灣 例如說台灣,你白宮是否想承認台灣獨立? 又說美國不會支持台灣獨立的 其實這件事,台灣獨立的問題,我可能怎樣呢? 因為我打完針,可能人的狀態也不太好 我就打算明天說,因為我沒有那麼追新聞,我願意慢慢說 我為什麼看美國對台灣獨立的問題? 其實那是一個彈日又彈出的 我今天沒有特別,我那些Screamcat,即是GIF 那天就,彈入彈彈出的那個笨 吳啟華那個,狗賓芝麻菇那個 那時候吳啟華,當然吳啟華那一局就活該 然後周星馳說不完蛋,就兩個打了一局 那就是另一局,但你看到就是 拜登這件事厲害的 他就開始玩彈入彈出,那些什麼 他開始玩的,他開始玩的 即是,你這個彈入彈,即是 你這件事就是,拜登政府,其實 你覺得他那時候,即是有些中文傳媒在那裡說 傳聞他會軟 甚至有時候,可能他故意演說 令到你中文傳媒很容易解釋他會軟 因為你這群五毛實在是放斧的 那問題就是,你中共這五毛有時候放斧放斧 就是自己欺騙自己的 那你自己欺騙自己是沒什麼的 那你現在你自己... 你自己欺騙自己的 那你最後你這樣欺騙一下 沒什麼的,拜登等你欺騙都差不多 就是一刀捅來的 即是,你問我為什麼 我經常說,拜登是No talk or action 拜登陰濕過特朗普十倍的 其實,因為特朗普是一個很粗線條人 因為特朗普是一個很色彩的人 我用色彩來形容他 色彩的企業家,大口 做事作風,你真是怎樣 他想看之前的Statphine Colbert Colbert是一個很討厭特朗普的人 特朗普只要上去,然後怎樣玩 怎樣玩,大家玩 大家玩 作為一個喜歡看表演的人 特朗普很棒 但問題就是,如果要對付中國這些混賬國家 特朗普有他正的地方 但如果你說真的要用制裁這些手段去動它 的話,就一定是 拜登這次做得好很多 即是,如果特朗普以往做得很後悔 他早期也做得不好的 他後悔做得好 是Pombello做國務卿的時候做得好 Pombello做軍隊,做情報出身 老實說,有些人說 Pombello是武夫 但問題是,美國那隻武夫不跟香港的武夫 美國那隻武夫都是讀書人 美國是英美的將領港琼文武兵備 即是好像巴頓 巴頓夠口臭 有些人說巴頓是 投了胎,變成了特朗普 因為樣子都很像 而且作風都很像 誇張作風,巴頓那些都很厲害 所以以前最尊敬巴頓那些人 不是美軍那些人 英軍美軍那些人不喜歡巴頓 最喜歡巴頓那些人是 納水德國的軍官 納水德國的軍官說 OK,打輸給這人,我們心服口服 OK 我們心服口服 巴頓是重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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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頓也是讀書人 巴頓看很多書 巴頓是讀書人 還有很多美國軍事戰術 和手冊 他寫的 很多東西 但問題是 美國的所謂武夫 他多數 我們稱為漁將 多數美國的軍官都是漁將 現代的 即是他知道怎樣打 怎樣鋪排 很漂亮的 很細緻的 你看到 龐貝爾很細緻的 他做得中庭局 壓頭有緣 接著他見到 他做國務卿期間做事很細緻 他跟布林肯那些 都是一樣的 都是那些很細的 當然你沒有英國的那麼陰濕 但你都很細的 以美國來說是小 如果不是 特朗普有一個 龐貝爾的助手 但大哥 一早就死了 當然 真的死了 所以這次 拜登繼續制裁 你今下 這個月不斷出權 你就知道 拜登不會停 未來一個月不會停 拜登會繼續出招 繼續有壓力 所以你說 會不會有香港救生艇 或者有其他香港的人 新疆再出拳的話 就差不多 你準備香港會再出拳 如果你在香港玩DQ 玩得太過分 或者很多區議員這樣玩 應該來說 拜登會出手 再出手 應該 再出手的機會都很大 即是在暑假之前 再打多幾拳給你看 所以我覺得可以期待 所以大家不需要放棄 亦都不需要理那些熱狗 還有 我發現 我在香港出生的評論人 其實我已經是德國 很多華人 都對西方沒有什麼信心 那些 但我經常都這樣說 你不靠西方 難道你靠自己嗎 你靠自己可以做什麼 我覺得西方 很多時候他們受制於民族主義情義傑 很多都是 我沒有什麼情義傑 我是一個來去自如的 南洋人 南洋人沒有這些情義傑 我們很清楚 我們有些事情 不需要每次都這樣 英國做事 可能縮一點 或者技術上有些調整 英國跟美國縮 不會幫助我們 我覺得 其實後面放肅 那些人 後面那些 就是那種大中華民族主義情義傑 根本就是大中華家後面 我不是的 我經常都很清楚那些事情 所以我一直都看到 我看到很頂 那些人問 為什麼你黃世摘看得那麼頂 你說西方信不過 中國更加信不過 有時候看這些事情 不要再把那些大中華邏輯放出來 你會害死你自己的 那些大中華邏輯不行的 你一定要實事求是 看看究竟發生什麼事情 你才是最好的 今晚就說到這裡 明天就可能減產 可能只有一條 可能兩條 不知道 好看 因為打完疫苗 頭二十 未來幾天都可能是不穩定的 那個供應 打完針就是這樣 我也是說 這隻人我們多得他不穩小 那些人不會報復 我認為打完針後 每個人都想報復得很正常 那今晚就說到這裡